每次看浪姐 都有网友感叹 不得不佩服芒果台的综艺水平 无论是怎样风格的姐姐 只要加入这档节目 各个可谓是女团感十足 比如之前知性优雅的伊能静 大大烈烈的张雨琪 还有这次满身酷萨的万妮达 以及早已过了少女年纪的王林 谢金燕 除此之外 芒果台对舞美设计 舞台表演的拿捏 已从来都是十分精准 恰到好处 如果来的是大Vocal类型的姐姐 那么节目组一般都会给她们 设计很有意境的舞美 让她们一盏歌喉 如果来的是舞者 演员 那么唱演型的舞台 也堪称是听盛宴 然而就在这样的高标准之下 观众万万没想到 三宫舞台 备受期待的法国姐姐组 乱成一锅粥 这一组的成员算是非常强的 韩雪虽然是演员 但是几次舞台以来 无论是和专业歌手李佳格合作 还是跟法国姐姐合作 她都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圆鸦为和萨鼎鼎则是全部 姐姐当中歌唱实力数一数二的了 一个一张口随随便便高音就标起来了 一个则一直保有自己的歌人独特风格 法国姐姐就更不用多说了 自从登上浪劫舞台 她富有故事感的声音 已经打动了不少观众 当初大家看到这四位组合在一起时 纷纷不禁感叹 太强了吧 这怎么比 然而四位的舞台 却令人大失所望 为了给夏宇天这首歌曲增加一点独特性 让它听起来和原来的版本不一样 也为了融入国外歌曲的元素 四位姐姐在歌曲最开始时 直接演唱了一段玫瑰人生的片段 这一小段表演 风格浪漫 曲调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而每位姐姐的嗓音也很完美 如果单拎出这一段奖 算是很完美 可是 既然演唱了这么一段 大家本以为四位姐姐会很好地将两首歌 做一个自然的过渡和衔接 然而并没有 所以让人有种感觉像是唱了歌歌曲串烧 显得开场的改编非常突兀 再说说整首歌曲的氛围感 夏宇天原版歌曲演唱的声音是轻轻柔柔的 让它成为了一首感情细腻 颇有意境的小情歌 就像法国姐姐所言 她喜欢这首歌 就是因为喜欢它本来的味道 然而萨鼎鼎 寒雪 圆鸦为三位不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 原调太高了 没意思 没感情 于是改 把调子直接降下来 他们觉得整首歌曲太平了 没有冲击力 于是再改 多加一点和声 每个人也多一点释放 而这么一来 直接把下雨天的小雨 唱成了倾盆大雨 雷震雨的感觉 的确 每一位姐姐 都在这首歌曲中展现了自己唱歌的实力和技巧 然而弹幕区的平闷大多是这样的 感觉唱得很干 都在歌唱歌的 一点都不和谐 用力过猛了 法国姐姐太惨 总感觉哪里不对 根本听不进去 显然 观众们的听感是一致的 承认每位姐姐在歌唱领域都很优秀 但是也承认他们这次的合作是失败的 这个舞台 堪称浪杰史上最混乱 因为大家都太要强 太想表现 太有主见 没有一个人想做配角 结果就是 虽然节目组最后给出的分数很高 但网友们大多都是一脸质疑 凭什么 虚高根本达不到 而姐姐们如此强烈的表现欲 也一不小心 意外衬托出了上文杰的大方 早在三宫组队时 不少人就替他感到遗憾 明明是大Vocal 应该去找一些实力更强的人 强强联手 然而却被朱丹拖了后腿不说 最后还不得不和苗苗 郭碧婷组队 也就是说 组内除了上文杰 其姨姐姐都不是专业的不说 朱丹唱歌还跑掉 也难怪大家都在替上文杰操心 这一代三也太难了 而众所周知 浪杰每一场比赛的输赢 都关乎着姐姐们 是否可以留在这个舞台 所以三宫队长秀的成败 也至关重要 哪怕队长多得一分 也可以给队员们 多一丝留下来的希望 但是上文杰 似乎早已把输赢和表现 自我抛在脑后了 就在六位队长 一起讨论鼠秀的表演时 她是第一个提出 让法国姐姐唱戏枪片段的姐姐 她还给出了 完全能说服大家的理由 一方面 观众没有听过法国姐姐用这样的唱法 所以这么安排 效果会很惊艳 二来 让法国姐姐来唱戏 这也算是一种中法文化的融合 很有意义 要注意的是 法国姐姐不仅和上文杰不是一个团队 她还是成风一团 节目组有一个规则是 其他的姐姐团 他们需要分数超过成风一团 才会全员安全 所以上文杰提出的这个建议 也就是意味着 她把表现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如果法国姐姐表现得很好 就有可能拿到高分 这不仅仅是会对上文杰的团造成威胁 也会让所有其他团的姐姐 承受更高的分数压力 不仅如此 为了让法国姐姐能够拥有最好的表演 上文杰还专门找陈丽君过来 教法国姐姐唱这一段戏枪 在队长秀完毕以后 上文杰还特地跟大家说明 陈丽君姐姐帮助了这个表演 所以在当中 她也有一份贡献 这么看下来 上文杰虽然实力不比寒雪 袁亚维等人差 但整个过程中 她不仅仅是懂得用人之常来呈现完美的舞台 她还很谦虚 觉得自己唱戏不如陈丽君专业 所以她并没有自己教法国姐姐 以至于误导了她 最终结果 的确是法国姐姐因为这段突出的表演 过分了队长中的第一名 拿到了最好的加成成峰值 而上文杰没有出彩的片段 名字位列最后 台下的网友们看不下去了 纷纷在评论区隔空表示 上文杰的分数低了吧 上文杰的排名不应该啊 上文杰明明就很好 显然 下雨天的姐姐们得了高分 但整体的表演的评价却不高 而上文杰虽然排名不理想 但观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大家的不服气 也间接证明了上文杰的实力 不得不说 上文杰通过浪姐这档节目又获得了不少支持和关注 她值得 她也配 因为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 任何一个好的舞台的呈现 一定都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有人做主角出彩 就有人需要默默成为其背后的绿叶 而浪姐这个舞台 太多女明星想要接此翻红了 所以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表现机会 很少有人愿意给别人做嫁衣 而上文杰做到了 不论她的排名如何 她实力 她的素养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想必这笔拿高分 更难得 三公他们组选择唱时间主语 对于这首歌上文杰并没有炫技 而是保证了整体的完整度 而且她很会突出队员们的优势 完美地把三个人的优势发挥出来 谁也没有埋没 谁都有高光有突破 尤其是她那百万和音让整首歌都很和谐 与韩雪那组相比的话 区别就在于作为队长的上文杰知道团队注重和谐而不是凸显自己的个人能力炫技 而韩雪那组的夏宇天真的是分择为王 合作乱七八糟 这也证明 许多实力都很好的人在一起 舞台未必好看 虽然尚文杰没赢过 但人品 实力 领导能力都有被看到 一攻三攻甚至包括没当队长的二攻 他都能迅速地帮队友找到方向 帮他们把业务水平拉到及格线以上 同时又很关心队友的精神状态 情绪价值给满 这才应该是浪劫舞台真正出圈的歌手